犯我华国者 虽远必诛 完了 完了 军完了 你眼瞎吗 没看到我在走路吗 还撞过来 你是不是想死啊 你知不知道我这件衣服 可是我们小日子国生产的 如果弄脏了弄坏了 就是把你女儿卖了也赔不起 这位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诬陷我 我跟我女儿是正常走路的 明明是你玩着手机 走路完才撞过来的 怎么还到达一趴 说是我撞的你啊 就算是我撞过去的 难道你不会躲啊 要眼睛干什么用的 拿来出气用的吗 现在我的衣服被你们给弄脏了 这个责任你必须承担 唉 出门没看日历 今天真是倒霉 算了我还着急送我女儿上学呢 你这件衣服多少钱 我赔给你 或者是我送孩子上学 回来陪你买一件一样的也行 哼 赔我一件一毛一样的 难道你准备赔我一件 你们华国生产的高方品吗 我告诉你 就你们这些华国的东西都是垃圾 食物是垃圾 人是垃圾 生产出来的衣服更是垃圾 你们华国生产出来的衣服 穿在我身上就是对我的侮辱 这件衣服是蔡昆昆蔡天网 昨天才163万 从我们小日子过给我买回来的 谁让我心底善良了 你就给我160万吧 剩下的3万我就当是喂狗了 什么 160万 我就一个打工的一个月才6-7千块钱 家里两个孩子 我哪来那么多的钱 小姐 你经济好放过我们吧 别说160万了 就是6万我也拿不出来啊 拿开你的脏手 你这个华国的垃圾 你碰到我的身体 我就会觉得的恶心 今天不拿出160万 你休想离开这里 这女的居然说 我们华国的都是垃圾 她就没有想过 她现在还在华国的土地上吧 说真的 虽然都是女的 但是我现在真的很想 给她两个大笔豆 奈何囊中羞涩 她一件衣服都要160万 这要是给她两个大笔豆 还不得饿我438万 妈的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本来就是恶人 现在更是大张旗鼓地 侮辱我华国 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这个小日子国的女人 喂 我说你这女的怎么回事 垃圾都是垃圾 你们华国的东西都是垃圾 我就说了 你能那我怎么办 上野那子小姐怎么了 是谁欺负你了吗 亲爱的蔡昆昆天王 你终于回来了 我本来在路上走得好好的 没想到这个家伙跟她孩子 居然把你给我买的衣服给弄脏了 我让她赔我钱 这个送外卖的就凶我 她好大声啊 蔡天王 我好害怕啊 什么 我惹她个低宅 他们居然这么可恶 那子小姐你放心 这件事请交给我吧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的 居然是蔡昆昆 她可是最近的流量天王 没想到居然跟这个小日子过的女人在一起 而且看起来关系好像还很好的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蔡昆昆 我那么喜欢她 为什么她会跟一个侮辱我华国的人在一起 不行我一定要弄明白 昆昆她是谁 你知不知道她刚才让那边那个大叔赔偿她160万 明明是她自己撞过去的 这跟大叔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这些人都看见的 不仅如此 她还说那些侮辱我们华国的话有多难听 你为什么会跟这样的一个小日子过的女人在一块 奈子小姐说是她撞的那就是她撞的 虽然我没看见事情经过 但是我相信奈子小姐 至于她说的那些侮辱华国的话 其实那些都是她对华国的赞赏 因为她刚来华国 华语不是太好 有些意思不是太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的 奈子小姐 你是垃圾 小日子国食物垃圾 小日子国衣服是垃圾 小日子国全是垃圾 你不仅骂我 还侮辱我的国家 你要向我向我的国家道歉 否则我一定对你这个臭臭外卖的深究到底 她这不是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说蔡昆昆 这你怎么解释 昆昆 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否则我们马上转粉 哼 就你这个破粉丝我还不稀罕呢 随便你了 还有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说话了 你们这帮傻叉玩意 知不知道上野奈子小姐 可是小日子国现在流量最好的一人 黄潮娱乐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她请过来的 她随便说句话就能人入你们倒抱 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 还有你赶紧赔钱 黄潮娱乐吗 看来是要跟洪姐好好交代下了 不能为了流量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合作 这样下去 只会毁了黄潮娱乐的名声 你是大明星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你行行好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没有那么多钱赔给你 既然你看过我 也算是我的粉丝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错个整退两百万吧 多出来的那四十万 我去买个袜子 穿上舒服了 才能表演得更好 这样你就能天天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没想到 我们一直喜欢的明星 居然这里 真是太可恶了 实在是太可恶了 你身为艺人应该以身作则 树立一个良好的标杆 可是你却利用粉丝 对你的喜爱胡作非为 为了能获取更多的流量 甚至支持他辱骂国家 你这种人就应该被封杀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神器什么 我还应该被封杀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告诉你 今天别说是你一个送外卖的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这两百万他也必须赔偿 哼 要钱是吧 他的钱我替他给 我这就打电话 让人送钱 小红 我现在在打点大街 开上咱们公司最贵的车 搭上二百万现金 两百万 给我换成十块一张的 三分钟之内 我要见到你 一会就让你为你所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 臭送外卖的还挺能装 好 为了我那两百万 我就等你三分钟 上野小姐 你放心 今天这个赔偿 我一定给你要过来 红姐 您这日里万机的 怎么有时间到这里来了 十三先生 这辆是咱们公司 最贵的车劳斯莱斯银妹 什么情况 这个臭送外卖的真是大佬 难道他也是黄潮娱乐的高层吗 可是我也没见过他呀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 与黄潮娱乐有合作关系 我说这个臭送外卖的 怎么这么硬气 不过就是合作关系 竟然也敢如此装逼 现在咱们黄潮娱乐公司 立刻解除与蔡昆昆 及这个外国女人的合约 并在娱乐圈内发出通告 谁敢与蔡昆昆签约 就是与我黄潮娱乐作对 我黄潮娱乐将不惜一切代价 与签约公司抗争到底 臭送外卖的 还真把自己当成 黄潮娱乐的老板了 红姐像这种傻逼 就应该交给寻补 让他才上几年缝纫机 混账东西 居然敢这么跟十三先生说话 他可是我们黄潮娱乐的总老板 蔡昆昆 黄潮娱乐今天将正式跟你解约 你会跟我回公司 把相应的解约手续签一下 没想到这个臭送外卖的 居然真的是黄潮娱乐的大老板 不过就算把我解约了 我还有一笔违约金 我今天可是为了奈子小姐才成这样的 要是给我拿上违约金 带上奈子小姐去小日子过发展 说不定以我的姿色 比在国内发展更好呢 哼你们黄潮娱乐以为很牛吗 解约我可以啊 但是你们这属于单方面违约 根据合同你们要付我五千万的违约金的 十三先生 你看这 按合同走 不就是五千万的违约金吗 给他就是了 这种人与我们黄潮合作 只会拉低我的档子 回去之后 彻查咱们公司所有有合作的艺人 一旦发现品行不端 人品不正 为了流量 无所不作的一律解约 臭送外卖的 你不是说他的钱由你来负责吗 既然你说了那就要负责到底 你是大老板相比也不差这点钱吧 嘻嘻嘻 能多要点那就多要点 反正国内已经混不下去了 这是两百万 是你们诬陷他的钱 接好了 卧槽好重啊 哦 你把我的车砸坏了 大家可是都看到了哦 有情提醒一下 我这辆车 可是劳斯莱斯中的劳斯莱斯哦 价值吧 你砸这一下 估计每个七八千万修不好 上野乃子小姐 你看 这个 那个 这是你的问题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华夏人真是大鸡 还不讲诚信 以后我再也不会来你们国家了 并且我回国之后 还要把我在这里遭遇 全部都要报道出来 乃子小姐 这就想走了 现在我怀疑 你是小日子国间谍 我会把你交给华国外交部 希望你配合一下 否则 我不排除采用强制手段 红姐 与外交部联系 让相关部门喝茶 同时把她刚才辱骂华国的视频 放到网上 运作一下 让视频持续发酵 我要让她生 这个送外卖的神豪好有正义感 那个我能问你一下 是什么原因 让你做出如此举动吗 因为我身上流的是华国人的血 犯我华国者 虽远必诛 闻了 闻了 军闻了